好 我们想说女人要经济独立 来问一下Avi 你经济上其实你有自己的事业 你会让老公觉得 经济上你也依赖她吗 其实以前呢 就是经济上其实是很依赖她 可是我后来觉得说 那种依赖感很不舒服 你知道就是 那种撒娇真的是要用尽全力 就是有心机 而不是说我们想要制造甜蜜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东西 不是想要是需要 对 就是需要去跟她激进的去 满足她的大男人的那种心态 那种感觉其实不舒服 对 那可是现在呢 我经济独立 是因为呢 第一个我想要减轻她的负担 第二个我不想要买鸡买鸭 什么东西我都要跟你说 我今天买了什么东西我需要钱 我需要怎么样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 除了上通告以外 我也开始做直播 然后直播就是会出国代购 我自己有自己 长大了 我有独立的感觉 但是呢 又不能太强 对 我觉得这个需要有点 等一下又说你怎么没有需要我了 对 对 我又觉得说我要让她觉得 我自己已经可以 掌握很多东西 但是我还是需要你 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 我做直播这个公司 我是负责人 然后我们只有五个人 但是呢 我是负责人 CEO是我老公 我就会跟她说 这是 比如我们今年吃尾牙的时候 我就 我们就是吃尾牙 然后请了很多朋友 然后我就说 欢迎我们的执行长 跟我们说几句话 一定是我让她先说话 再来才说话 CEO有领薪水的吗 没有 那她多讲十分钟吗 没关系 可是她今天还有尾牙可以吃 还有奖品可以抽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 比如说公司的策略 然后或者是我现在遇到的状况 我还是会跟大家讨论 我会用一个请教她的 就是崇拜她的那种感觉 虽然我不一定会采用 但是我要让她觉得说 我不是自己有了我的事业 我有了钱以后 我就会大声 对 我想问派特 因为有时候会这种情形 因为就是女生经济独立 而且赚的有可能比男生还多 这时候我们还要展现 某种程度的依赖 让男生的自尊维持住吗 这是不是一定有需要的 其实我觉得 谁赚的多 谁赚的少 真正会让我们的关系 产生一些阻碍的原因 是来自于 当你们有冲突的时候 谁赚的多 谁赚的少 变成的是 谁有说话权的武器 哦 好直接 对 就是这么现实 对啊 赚的多 讲话大声 对啊 不然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 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我今天老婆赚的比我多 那我是很开心的啊 那很好啊 那没有不好 但如果今天我老婆是说 你这个都不会 难怪你赚那么少 那我就会觉得受伤 对 因为你用 那个赚钱多寡 来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那是一个不健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男人 他不太会因为 女人赚的钱比他多 而觉得受伤 除非这个变成的是 攻击彼此的武器 对 重点是你表达的方式 怎么看待这个价值 对啊 你曾经有一个女生 你觉得经济独立 让你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 我觉得女人的经济努力 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一个朋友 她跟她老公关系之间 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她发现她老公会去嫖妓 会去外面花钱 真的去外面花钱 然后她在面对这段关系 她很无力 而且觉得非常痛苦 对 她想要跟她老公摊牌 对 但她讲不出口 那我们就开始跟她 严重来讲不出口 那我们就开始跟她 问题的最根源是来自于 这个女生她 经济没办法独立 她不能去选择她想要的东西 所以她复杂的情感底下 她会认为 老公要怎么样子 才不会让她出去外面鬼混 但实际上她真正的恐惧 是来自于 她对生命的不安全感 因为她没有依靠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候我就跟她讨论嘛 我就说 如果假设你今天 你口袋有一个亿 两个亿 请问 你还会选择这段关系吗 她说她不会 那很明显 关键点不是来自于生存 听说是你坚持 你们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人 对对对对 到现在还坚持着 其实我不知道还可以坚持几年 因为我老公开餐厅嘛 对 然后呢那时候就是 她有一些什么行销啊 公关啊 你看我又不在做电视 然后就是那时候都是我帮她 就是连 不责发媒体啊 来采访干嘛 什么都是我帮忙她这样 那所以那时候开餐厅的时候 老公又很希望我可以 进入到她们的公司 一起跟她打拼啊 然后一起上班工作 对 可是其实我就是不是很想 因为我觉得呢 一旦你进入到她的公司之后 那就像 Ivy可能比较能够就是 我老公是CEO 可是如果我老公就是有什么不对的时候 我还是会很想跟她说 你这里做错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呢 如果大家都在同一个职场上的话 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摩擦 然后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欢说 好像我到了她的公司之后 她就是一个上 就是我的上司 我的老板 然后我就是在下面就是要听她 她做笔记啊 说话这样子 所以我也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她讲说 我觉得我可以辅佐你 但是我觉得我不一定 一定要到你的公司里面去上班 这样子 那而且我其实觉得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女生有自己的一个事业 有自己的一个天地啊 有时候其实 两个人的那个火花会更多 因为其实你有时候 两个人都在同一个这个环境当中 聊的话题永远就是 今天那个员工又怎么样 今天那个厂商又怎么样 就逃脱不了这些东西 回到家看到小孩 又是聊今天小孩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女生 有自己的事业 除了经济上独立之外 其实你跟你老公 你其实也可以带给她 很多一些新的刺激 不一样才能够成长 才能够有趣 对